更多抽奖优惠和小姐姐的讯息 记得加群第一时间获取哦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三款稳定器 智讯的A1 Pro 智云云鹤3 还有大疆的如影S 为什么选择这三款稳定器呢 是因为这三个产品是目前市面上 比较有代表性的三款吗 并不是啊 是因为智讯他发我消息 让我把他的产品和这两个稳定器对比一下 我说到消息的第一款也是 这个公司以前没听说过啊 胆子很大嘛 居然敢跟智云和大疆这样的公司对比 但你们是了解我了 我不会因为某个厂商让我做什么对比 而偏袒这三款产品当中任意一款 反正测试画面我之后都会放出来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首先是最基础的价格上的对比 智讯A1 Pro现在的官方价格是3599元 而智云云鹤3 它的官方价格是5699元 我觉得这个一下子贵了很多 如影S呢 它之前的官方价格是4399元 但是呢它现在推出了一个叫做基础版的配置 就是它去掉了旁边的根胶环 以及一些不常用的配件 就保留了它这个稳定器本身 我觉得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个基础版呢只要2999元 这个价格呢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接下来是重量上的对比 这个很显然智讯A1 Pro是最最轻的 它只有1400克 而智云云鹤3呢它是最重的 有1880克 如影S的重量是1840克 但是在我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了 我觉得云鹤3它这个握持方法更加能够分摊重量 所以我觉得在握持手感上呢 如影S给我的感觉是最重的 而智讯这一看就是小哥夫小腿的 会不会影响它的沉重和稳定性表现呢 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测试 接下来是沉重的对比 沉重上呢A1 Pro和如影S都是3600克 而云鹤3是4500克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这个空间更大 可以上更加大更加重的机器 当然了这些数值只不过是 他们这些网站上写的理论数值 我这么说的话并不严谨 但是呢我在这个月当中 对他们这三个产品使用了很多次 他们都是可以上单反 以及单反比较重的镜头 而不是说这个智讯比较细 它就只能上微单 而这两款大产品是上单反 所以说呢他们是同一个级别的产品 那接下来是握持方式的对比 这点我之前也提到过 云鹤3的T弧呢 我觉得更加好的分摊了重量 我操作起来是最舒服的 而如影S和A1 Pro呢 我都要只带双手的最远单 我感觉有点晃 而且如影S还更加重 A1 Pro好歹还轻一些 大家看那个背景应该也能看到 我已经把如影S的T弧也买来了 我接下来可能会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 接下来是便携性的对比 便携性上呢 我觉得你的包里想塞进这三个大家伙都挺困难 但是相对来说呢 云鹤3比较矮一点 而且它稳定器上有锁扣结果 你只要锁上的话就不会晃动 并且在你平时拍摄不开机的时候呢 云鹤3可以用提壶提热就走了 而这两个家伙呢 我之前分享过小技巧的 你得这个底座啊顶着裤腰带 所以说我觉得相对来说呢 云鹤3的便携性更好一些 接下来是操作易用性上的对比 我觉得这一点上 这三个产品没有说谁好谁坏 只是说各自有各自的风格 像A1 Pro呢 它按键最少最最简洁 按一下就是PF模式 按两下就是全跟随模式 按三下是全锁定 按四下是POV 而云鹤3呢 它把所有的模式呢 都分配了一个按键 这样最直接 但是呢按键比较多 需要一定的训练来养成肌肉剂 而如影S的这个自定义模式切换呢 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 并且它按住M呢 可以进入快速模式 按住前面的锁定键呢 可以进入全锁定模式 我觉得这个切换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它这个自定义功能呢 需要用户前期在APP里面 非常好的分配好和设置好它的功能 这个可能对初学者来说呢 需要一定的学习时间 接下来是APP应用性的对比 你们也知道 我已经多次吐槽过国产厂商的软件了 但是在这一点上呢 我发现自讯啊 它确实是一个异类 它的APP呢 不但简洁 而且很方便 你们也知道 大疆的APP一致也不错的 所以这两个稳定器呢 它们都是有一键 脚准的功能的 但至于云3呢 它的APP不但界面非常复杂 并且它脚准是要 一面一面脚准的 非常麻烦 更讨厌的是啊 AE Pro和如影S 你都可以通过调节参数呢 很大的影响 它的电机的性能 云3呢 我反复确认了很多遍 我从云2用到云3 你在APP当中调整它这个参数呢 对它的性能影响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点上呢 我希望致云要好好加油了 接下来是续航的对比 这点上是如影S 比较大放异彩的地方 因为像AE Pro和云3呢 它单节电池的那个电池容量呢 数值都比如影S 它总的容量要高 但是呢 这三个产品我都做过 非常重度的长时间拍摄 只有如影S呢 可以非常放心的 让你撑过一天的拍摄 并且它可以通过Type-C口去充电 非常的快速 但是这两个产品呢 你各自只要备一套备用电池呢 都完全可以撑过一天的拍摄 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 太大的问题 接下来是无线图传 如影S呢 没有无线图传 如影S3有无线图传 但是我之前也做过测试 它的延迟呢 相对比较高 实用性呢 并不是很强 而智信的无线图传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 它不仅延迟非常低 并且我前面也提到 它的APP非常好用 无线图传当中呢 有很多专业的功能 比如说加LUT 峰值 还有尾色 无线图传呢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它解决了 像我用5D4这样的机器呢 低拍时看不到画面的问题 所以呢 这点上还是要夸一下智信 接下来的测试呢 就是这三个稳定器 在稳定性上的硬钢呢 首先呢 我让它们都进入全锁定模式 A1 Pro连按三下模式锏 银河3呢 按L锏 而如影S呢 按住前面的锁定锏 就可以进入全锁定模式 测试下在使用当中呢 是否有方向上的偏移 以及在全锁定的情况下呢 如何处理好C轴上下的抖动 经过测试呢 我发现如影S的稳定性还是最好的 它的画面的上下抖动最少 而银河3呢 可能还是智云的老问题 画面细微的抖动比较多 并且这个画面有顺时针 逆时针Rode的一些轻微的转动 而这页A1 Pro呢 你别看它那么轻 但是在处理这种慢速走动的场景下呢 它的稳定性呢 并没有比如影S差非常多 我觉得它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的对比非常残酷 叫全速跑 我把稳定性都调到PF模式 把相机装在上面 镜头调到最长端 并且5D4是没有机身防抖的 所以说它的抖动会非常凸显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全速奔跑的情况下 虽然画面都很陡 但是如影S呢 相对是处理的比较好的 那这点上呢 智讯的A1 Pro呢 因为质量比较轻 惯性小 所以说吃了比较大的亏 而银河3的稳定性呢 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接下来是低拍的对比 那显然一见在界点上呢 有醍醐的银河3呢 肯定是更胜一筹 A1 Pro和如影S呢 都需要通过手动的反转 让它切换到低拍模式 而如影S有一个锁定键呢 还稍微好一点 A1 Pro呢 我在切换低拍 甚至是平时使用的时候 我都发现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因为它比较细 所以你经常分不清它的前后左右 但这些A1 Pro呢 又是唯一一个 有比较实用的 无线突穿功能的稳定器 所以在低拍的时候呢 只能说它们是各有利弊吧 那接下来的对比呢 就是环绕模式 说通俗一点呢 就是这个稳定器跟不跟手 我之前觉得 如影S在这点上 一直是行业内的标杆 但这次我使用下来了 非常的意外 因为这两个都是比较新的产品 所以它们发展到现在 对于方向上的把控啊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像银河3啊 有一个替火可以非常好的控制方向上的断动 这三个产品当中 我觉得最跟手的是哪个产品呢 是这个A1 Pro 只要你走动起来呢 这个A1 Pro能非常好的跟随你手的运动方向 这个我跟他们的工程师也沟通过 他们跟我说呢 这个是他们算法优化的一个结果 反倒是如影S和画面测试下来 有一点机械化的卡顿 接下来是他们运动模式的对比 在拍摄一些非常极端情况下 快速的物体呢 可能会用到 银河3按住Go键 如影S按住M键 就可以进入运动模式 而智讯它没有运动模式 这点上是智讯的一个小缺陷吧 我后来只能进入APP 改变它电机的速度和敏感度呢 让它模拟运动模式 但是我重置了这些参数之后呢 它这个电机速度居然没有重置 所以你前面如果不截屏 记录这些数值的话呢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运动模式对于智讯来说 我觉得并不是使用 你就当它不存在吧 经过测试呢 我发现如影S 它对于你的运动跟随的是最最好的 它能非常快速 紧跟你手部的一个方向运动 而银河3呢 还是有一些延迟 并且对于运动画面当中的上下抖动呢 Ring S还是处理得更加好一些 不过说实话 像佳能这么好的机器呢 我在拍所谓运动模式的情况下呢 都经常跑焦 所以这种拍摄的场景呢 究竟应用有多广泛呢 我觉得也没有 所以这个运动模式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 那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这三款稳定器呢 并不能说是谁好谁坏吧 只能说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利弊 像我现在会根据不同的拍摄场景 选择不同的稳定器 比如说我在拍摄当中追求绝对的稳定 或者是走动跟拍的比较多的呢 那我会选择Ring S 那就目前来说 它还是行业内的标杆 稳如狗 如果我拍摄当中低拍 或者是抚养拍摄 梦幻模式这种对方向把控比较多的拍摄呢 我会选择云鹤3 因为它这个提活啊 用的确实舒服 而我这一个月拍了很多商业单 你知道我用的最多的稳定器是哪一个吗 反而是这个自行AE Pro 因为我觉得它是重量和稳定性的一个平衡吧 以如此轻便的一个重量呢 可以达到跟Ring S差不多的稳定性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并且它的价格呢也算合理 所以说呢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做到这边 想要看到更多对比干货类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 投币 还有最重要的收藏哦 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